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們現在有一首歌 我覺得你們要練 因為那個美玲你們聽過嗎 我都叫她《才女》 她會歌又唱得好 然後又會小提琴 長笛她也會 所以我說她以前 如果說活在以前的時代的話 就是大概70年代 80年代那時候 她可以賺很多錢 因為反正能夠自彈自唱的女生 然後又能夠 最重要是要唱得還不錯 那真的唱可以賺很多很多錢 因為她可以跑場 那你知道和弦 那個琴不要說彈得像那種非常好 你就能夠自彈自唱 然後和弦有一點概念 那就可以賺很多錢了 那個年代真的是可以的 然後她本身也是很喜歡音樂 那這還練了那個 那這幾年的時間她也是練過 練完小提琴 練完這個長笛 所以說呢我們當琴師的人呢 最好要會 所以我叫她練Nadia Finn 然後同學呢 你們也可以練習一下 尤其是當個琴師 對不對 你要會伴奏 所以我們今天大概花點時間 Nadia Finn 你們也練一下 那拍子最重要是這樣的 對 她歌唱得不錯 然後我的意思就是說 那我們要幫她伴奏 我叫她拉個Nadia Finn 反正不管她會不會 她最起碼最學期 把它練起來 然後班上的同學呢 你如果彈琴呢 你也練一下 順便練一下九度 你看你先練這個 裡面也可以練一下 以後的話找機會 你就是把她們伴奏 那個最重要是九度 那左手的話 左手兩種彈法 一種是 我是覺得這個效果 我比較踹的 那這個和弦的話 就是G-mina 你們譜也可以找得到 就是Nadia Finn 那個 右手的話就 G-mina 她九度是不是在這邊 所以這樣 有沒有 左手這樣 左手 左手的話也可以 左手其實你們可以 不一定要練這樣 自己的手 去唱的 你別看 對 我去唱的 那 是 那 或者是我认为你们练这样就可以 就是stripe这样 那这个和弦进行的话是 你们看到的谱是g minor g minor调转f调就对 就转d minor 但是我的话 我认为你们全部都是照f调在弹就对 也不用什么转调 就和弦还是这样的 照他谱的 然后再f 我叫e 所以这是一段 其实这首曲子也只有两段ab两段而已 你可以开始念的时候你可以用stripe的 那f 叫e D minor 就这样 钢琴部分只要负责这样的 从头到尾就这样弹 你也不要想插音 因为音一插就断掉了 事实上插音的时候 全部都交给钢琴 不是 交给小提琴 等到小提琴在solo的时候 那就是他们在solo的时候 你可以 就是 就是你要专心的 就是弹那个 在那个solo音 做到钢琴部分 你先把自己钢琴部分联好 再一遍 就先练这一段 它总共只有两段而已 再一遍 你先练帅的 然后你以后 如果熟的话 就这样 再一遍 就是这是A一段 就是开始的时候 就是你要进来的时候 那如果说你用这个 你如果说是 用那个G minor的话 G minor如果说你是用 G minor调的话 LA SO FA MI 就是LA SO FA MI 也就是降B调 但是你如果说F调的话 你就是RE minor RE DO JANG SI LA RE DO JANG SI LA 那 所以我这个和弦的话 就是通常 因为这个写这种曲子 它本身大概是用 它是用古典的手法写的 所以你就是 你这首曲子 我们一般 JANG SI又说 平常的曲子 可以转调很容易 很容易记 像这个你如果说是 一开始练G minor调 对不对 你要转调是很复杂的 这首歌 你如果听唱片的话 唱片的话 你看到的谱 像市面上的谱 是 像我弹的就是市面上的谱 这样 F调 等于说是 全部用F调 你看这样 F调的时候 就是RE minor 你如果说是 你如果说是 G minor调的话 就 LA SO F ME 这样 那各有 就有个缺点就是 你如果说用F调的话 就很好记 你不要再转调 就从 LA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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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我认为都要学 因为你们花了时间把它练起来 将来碰到小提琴或者长笛 让他们表现一下 你等于说你等于练习伴奏 虽然练习伴奏你也可以学到 你自己学到很多东西 那你等到手以后 先九度开始